过去的30个星期 中国报每周五都会整理出过去数十年来 发生在国内的各种离奇案件 带领大家一起奇案追踪 这些恶名昭彰 心狠手辣的凶徒 让人看了咬牙切齿 他们夺走了不少家庭的天伦乐 为当事人和社会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悲痛和遗憾 这些案件让我们看见人性和社会丑陋的一面 我们更希望 透过奇案追踪的系列回顾 让世人从中找到一块警惕的借禁 提醒大家恶人必有恶报 也愿失去亲人的家庭 能放下悲痛 擦干泪水 重新出发